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困扰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那么这也将会为全球的减贫事业 做出重大的贡献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的硬仗 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 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 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 开展了定点扶贫工作 将自身的行业优势 与贫困地区的实际相结合 开创出了帮扶的新举措 那么当前脱贫攻坚 已经到了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 定点扶贫在这场战役中战果如何呢 来看我们的记者 在贵州贫困山区的调查 在贵州的前西南州 对徐霞克誉为丛利之风 磅礴数千里 为西南其盛的天下奇观万峰林 每年会吸引大量游客 但万峰林代表的 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从天空俯瞰前西南州 喀斯特地貌 虽然造就了山峰林立的地质奇观 但是平坛的耕地却非常稀少 大山深处 由于交通不便 信息滞后 产业稀少 2015年 前西南州 有58万生活在这里的群众陷入贫困 五年前 前西南州大山深处 不少贫困户 就居住在四处露风露雨的 茅草屋和土房子里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他们只能通过原始的方式 种点玉米 织点土布 把农产品 人碑坚扛 运到几十公里外的集市上 换点钱 买点生活必需品 2015年 前西南州和公安部 结上了对子 这里成为了公安部定点扶贫的地区 从那时起 各级公安部门派出了精兵强将 成为了这里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主力军 那么 近年来扶贫成效究竟如何呢 在通往前西南州普安县的路上 记者就发现了一件新鲜事 贫困户种植的萝卜 竟然在公路两旁的水果摊上 和水果摆在一起卖 你们这边是把萝卜当水果卖吗 我们这就是水果萝卜 水果萝卜 这个 这一个萝卜大概要卖多少钱 萝卜 萝卜是成金的 有大价 金的有八六七块钱过 老乡说 这样好吃的水果萝卜 只有当地的西陆村才能种出来 这个以前是进贡红地的贡品 这个萝卜 汁多 甜 很好吃 跟水果比呢 比水果好吃 西龙村是深度贫困村 记者看到 这几年随着政府补贴微房改造 曾经的茅草屋 木板房和石头房 已经被列为微房 全部放弃居住 如今村民都住进了新建的房屋 而村里的泥坝路 也都改成了水泥路 村旁的山脚下 记者见到了2018年底 从公安部到西龙村 任职的第一书记 樊杨生 他因为力推水果萝卜 扶贫产业 老乡们亲戚地叫他 萝卜书记 一见面 萝卜书记就迫不及待地 邀请记者爬上 种植水果萝卜的大山 很多人都认为 警察工作和扶贫工作专业 很不对口 但萝卜书记却说 把警察工作中的侦查 分析 推理 实施行动等方法 融入到扶贫工作上 会产生警察特色的扶贫模式 比如他来到西龙村 这个深度贫困村后 在前期收集各种信息时 就敏感地发现 当地有一座神奇的大山 种出的萝卜味道格外甜美 没有一点辣味 口感和品质像水果一样 另外的山头上种出的萝卜 就没有这种味道和口感 比你的面子大多了 我脸就够长了 你看这个 这一个萝卜有在45公分长 这一个萝卜应该在 这个应该有5斤到6斤 有5斤到6斤 仔细对比了全国各地的萝卜后 樊阳生特有的公安思维 立刻做出判断 这个神奇的萝卜山 就是当地脱贫的天赐良机 如果打响水果萝卜的品牌 种植水果萝卜的贫困户 就有机会脱贫进入小康 于是从2019年初 樊阳生就不断动员 当地贫困户种植水果萝卜 而他则联系电商平台 各城市的经销商进行销售 他告诉记者 普通地区的萝卜生长周期 为45天 但这座大山上的水果萝卜 在湿冷云雾缭绕的高山环境中 生长周期竟然长达4个月以上 因此这里的萝卜 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炖上一个小时也不会烂 这是普通萝卜无法比拟的 吸收天地之精华 通出天地之灵气 下山后 前来拉后的货车也赶到了 樊阳生和贫困户 一起把2万多斤萝卜装到车上 准备运往北京扩大销售 五年来 在前夕南州 让58万贫困人口脱贫 是头等大事 通过航拍 记者看到 大山深处 山高坡等 贫困户就分散 居住在山间 在这样闭塞的山区 产业难以落地 医疗教育资源欠缺 很难做到就地脱贫 为了改变老乡们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 前夕南州展开了大规模的异地扶贫搬迁 接近全州10%的人口 33.8万人告别深山 搬进了68个异地扶贫搬安置点 在这些安置点 贫困户可以免费分到一套住宅 还会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 融入城镇生活 在各种产业中找到工作 在普安县的这个安置点 这两位老人 安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 和子女们享受着 惬意的午后时光 而在另一个异地扶贫搬迁户家里 男主人高兴地告诉记者 自己在城市里的酒店 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 一个月钱是两千多块 那在学附近要方便一点 你老婆在哪上班 在二期这里在做学 一个月拿多少钱 尤其他们是保底是两千趴吧 两千趴 一年一家人不是 有个几千万把块钱 就算高了一家人 吃的东西只高那个粮食 这就没有什么收入 前夕南州将近一半的贫困户 通过异地扶贫搬迁 融入城镇生活 那么另一半 依旧生活在大山里的贫困户 他们的脱贫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 西龙村是深度贫困村 但各家各户的情况并不相同 那些凭借外出务工 并赚到不少钱的家庭 在村里盖起了连城里人 都非常羡慕的漂亮楼房 但也有不少家庭 因为疾病 子女较多 家庭负担大等不同原因 仍处于贫困状态 要做到精准扶贫 首先就要精准地摸清 每一家买一户的具体情况 一户一档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贫困户 家里边都有一份这样的材料 这个材料 一户就有这么厚啊 对 这是一户家庭的 这个答案材料 那么这个材料里边的 每个贫困户的信息呢 我们细算一下 应该在300多项 西龙村 共有建档利卡贫困户 404户 1675人 贫困发生率 42.3% 每个贫困户 都建立了这份 包括21项内容的牌账 农户收入明白卡 结队帮扶信息牌 家庭医生签约协议书 子女就学情况证明 十天一次的精准扶贫走访记录 都在里面 繁养生爽 只有做到人口信息的精准 贫困原因的精准 贫困户思想动态的精准 才能对贫困户 展开精准有效的扶贫行动 那么 在西龙村 通过多年的扶贫攻坚 最贫困的村民情况如何呢 繁养生告诉记者 村里最贫困的毛光贵 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谢谢黄书记 谢谢你们大家 记者注意到 和普通人相比 五十多岁的毛光贵 发音不够灵敏 聊天时 扑鼻的酒气 一阵阵传来 毛光贵一直没有结婚 也没有资源 以前他住在泥土和瓦片搭建的微房里 繁养生来后 帮他在街道申请了政府补助 盖上了三间这样的水泥房 家里现在用的床 被子 桌子 椅子 都是公安部捐赠的 四间套 四间套 电磁炉 这个是电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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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灯锅 电饭宝 给他们家的装服 他现在是最 最 国家给他的 你看这个 他现在有这个延老金 这是他妈妈 他妈妈已经那个超过六十岁了嘛 他有一个 每年有一个扫路 他现在扫路是早上的供应型岗位 然后呢 他要有每个月 低保有三百三十六 毛光贵的日常收入 除了每月三百三十六元的低保费外 还有每月清扫马路的工资 一千两百元 足够日常生活 更让他高兴的是 村里下个月就会完成 这个毛坯房的装修 在西隆村 由于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 留在村子里的除了老人 几乎都是儿童 在凡养生看来 儿童是贫困村未来的最大希望 因此他把很多经历 投入到小学的打造上 这一所小学 也是西隆村最漂亮的建筑 孩子们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着课 平时 凡养生也会尽力 邀请外地的老师 来这里给孩子们上课 帮助孩子们开拓事业 扶贫先扶制 那么如果能够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最好的就是教育 那么再穷不能穷教育 为了能让孩子们 尽可能地了解外面世界的信息 公安部给这所学校捐赠了电脑 然后县里也很重视 县里反而也和我们 把座椅 硬件 也给我们调配齐了 那么孩子们我想就是通过电脑 通过网络 能够接触新的知识 能够接触外面的世界 凡养生说 乡村扶贫就是两线作战 不仅要打造扶贫产业 改变老人的现实生活 同时还要通过教育 兼顾儿童的未来 而作为现实和未来的交叉点 凡养生希望 当地独有的水果萝卜品牌 尽快打下 成为当地贫困户的长久依靠 因此他对萝卜外销中的 每一个细节都极其关注 这个萝卜因子不行啊 就从这儿砍掉 你们这个马上明天就坏了 明天就坏了 咱们这玩意北京运的 你都消掉 现在是看着漂亮 但是运到北京两天 再送到咱们的珊瑚手里 因子它就会发尖 然后挤压到萝卜之后 之后呢 就会粘到萝卜上 发藕 产生细菌腐烂 水果萝卜的品牌 对西龙村脱贫至关重要 但不懂市场经济 缺乏品牌意识的贫困户 往往会做出 让人哭响不得的事情 凡养生要不断地做解释工作 才能避免尴尬的发生 去年收的时候 老百姓是什么也给我装 他就是上边带子得给我装小的 在上边装大的 然后到下边得给我装小的了 有手榴弹的 有那个开叉叉的 也有人嘲笑我 说你看凡手机收的那萝卜 他们这叫做喂猪萝卜 那种萝卜凡手机都收了 种植养植两手抓 白面疏伤 变身 庄稼汉 我脸就够长了 这个萝卜有45公分长 这一个萝卜应该在 这里应该有5斤到6斤 有 走村入户 24小时在港 护航战队守护脱贫攻坚 全都直播 在此震撼着 一层的更实反抗力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产业扶贫 也是前夕南州公安局 对每一个定点 帮扶工作点的要求 在布尚村 记者见到了前夕南州公安局 派驻这里的第一书记 向璐蔡 他是一名侦察员 把以前所说的 这个政策的专业 只是转到我们 这个扶贫的工作上来 这也能转 这也能转 我们就说 你像我们在 遇到个案件的时候 你就要去调查研究了 这个我们遇到扶贫 你要去调查研究 扶贫就当成板子了 对对对 要把它转化过来 布尚村 山高坡斗 几乎没有平整的耕地 向璐蔡在网上查询了 所有的高效益农作物品种 又筛选出 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 最终把目标锁定为 药用牡丹 这就是牡丹的根 对 这个药用主要就是用这个根 药用根系 这个 向璐蔡说 药用牡丹一亩一年 大概就能收入 3500元左右 但他担心 当地贫困户 很难承受 种植失败 或遭遇市场波动的损失 所以 他要寻找有一定经济基础 又有至于发展新产业的 致富带头人 种植成功 并建立销售链条后 再来带动更多的贫困户种植 就是根系的 是选货的 买给他们就是4块钱一斤 我们买4块钱一斤 如果说干活 我们没得这个条件来加工 行不行我们肥料自己吗 不行我们肥料 我们这是顺天然的 不要不需要我们肥料 给它自然生长 这样生长的药效比较高一些 当地荒山荒坡资源非常多 满山遍野地把这些药用牡丹种下去 让它在纯自然的野生状态下生长 除了要付出一点劳力外 几乎没有什么成本 种了给大家看到效益 好了之后我们再来 和这些栽林 自己一块做 是这个意思 看到张明华决定加入 项路灿也非常高兴 他希望通过这种模式 让沉睡多年的大山变成金山银山 打破以往贫困户 守着绿水青山 却常年贫困的经济外圈 我们考虑去医药公司 签利息签利那些活动 但是你种出来 再买给他们就行了 只要他找到消息 他就没了何故之余了 几十公里外的折扫村 同样在谋划着产业扶贫的文章 村子里建立了巴西菇产业 一千零一十五位贫困人口 因此踏上脱贫的道路 这里的种植户告诉记者 三百平米的巴西菇大棚 一年就能赚上两万多元 比种植玉米效益高多了 你在中间的样样收成 只要拿来拿去买成钱 以后一天是八二三十块钱 还价钱好 在这边你随便 一天我拿一个五十块钱 看到前西南州公安局的战友 把公安工作的方法论 成功融入到扶贫工作 并取得一个个成果 反养生也为他们感到自豪 我们公安的另外一个名字 叫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为人民 五年来 前西南州各条战线的扶贫工作 如火如荼地展开 但扶贫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改变 在横向攀比和纵向对比中 生出是非也在所难免 常常令扶贫工作一波三折 扶贫中 政府部门会按严格流程和条件 评选出贫困户 贫困户每月会有资金的补贴 因而扶贫户的标签 在一小部分人眼中 成了有利可图的香伯伯 这小部分人想方设法正当贫困户 达不到要求就发牢骚 散布谣言或辱骂攻击扶贫干部 导致一些村寨的扶贫工作难以展开 为创造良好的扶贫工作环境 前西南州公安局成立了脱贫攻坚护航战队 把扶贫地区分为中部 南部 北部三个战区 24小时调解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采访中 记者跟随脱贫攻坚护航战队 来到这个村落 原因是一户村民 对自己没有凭上贫困户感到不满 为了调解矛盾 护航战队在山顶的农田里 找到这两位老人 通过耐心地解释政策 老人们解开了心结 护航战队的队长告诉老人 明年他们就到了60岁 到时可以享受养老金 政府一定会把这份福利落实下来 明年吧 明年只能放上去 那你们现在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吗 希望他们也想看了 这混账吗 你们闻我闻开的 闻开的 我们今年五个脱贫的县 我们都有这种 这种火焰战队 他们每天有统计 每天大概有能发现问题 三四十例 樊仰生告诉记者 在乡村 偷盗价值较高的猪牛等大牲畜 以及盗抢财物 也会造成一些家庭返贫 前夕南州公安局 为此也加大了贫困地区的 安防系统建设 我们也建了安防系统 帮我们的天安网系统 引进到贫困山区里边 在前夕南州的辣椒树村 公安部派来的另一位 驻村第一书记李建华 被称为基祀令 他在这里发展起了 年产一万五千只乌金鸡的产业 带动当地五百多名 贫困人口脱贫 樊仰生也看上乌金鸡产业 把它引入到西陆村 现在底下有蛋了 下边会打一堵 它复带复带 被复带母鸡 突然啄了一口的 樊仰生告诉记者 这种鸡是有着一千三百多年 养殖历史的苗族斗鸡 也是乌鸡中的战斗鸡 外观上看 它不仅羽毛和脚是黑色 就连一关鸡嘴眼睛都黑得发亮 乌金鸡有着很强的滋补功效 是产妇做月子时最好的滋补品 因此当地也把它叫做月子鸡 为了把这一少见的乌鸡品种 打造成第二扶贫产业 樊仰生建起了这个乌金鸡的养殖场 记者看到 为了防止蛇偷吃鸡 樊仰生在这里养了几只鹅 为了防黄鼠狼偷鸡 它又养了淘汰下来的井犬 最可怕的是 它这有那种野生的那种豹猫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 已经损残了160多只了 半野生环境下 200多天养出的乌金鸡 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 炖出的鸡汤几乎没有油脂 大量营养物质融入汤中后 汤色发浑非常鲜甜 品质远远超过普通的乌鸡 因此在乌金鸡品牌逐渐打响后 每值138元的售价是供不应求 而养殖厂聘请的6名贫困户 月工资也达到3000元左右 在我们到年底 这批鸡出去之后 我们再整体核算一下这个利润 然后我们利润是 4321的分配机制 4运来夏年的再投产 然后3分给我们的93户老百姓 2是运来给咱们的村里 这个也从集体经济积累 一是运来周边的 其他的一些成本管理成本 目前无经济产销两万 采访时记者就看到 村里的干部跑来这里 也想养上一些 几天的采访中 记者看到 扶贫工作千头万须 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和其他扶贫人员一样 凡养生每天几乎都要接打 一百多个电话 跑无数的山路 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深耕半夜 刚刚闭幕的2019年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要一鼓作气成势而上 集中力量 全面完成剩余的脱贫任务 贵州的前西南州 地处云南 贵州 广西 这三省区的结合部 是我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是全国脱贫攻坚 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节目中我们看到了 来自公安系统的扶贫干部 他们把自身的行业特色 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贫困山区干得风生水起 那么2016年到2019年 前西南总共实现了 两个贫困县摘茂 581个贫困村出列 43.5万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的发生率 也是从13.7%降到了1.1% 我们有理由相信 脱贫路上 有了一个个金色盾牌的守护 再崎岖的道路 终将化为坦途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财经资讯 可以下载我们 央视财经的客户端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